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愿我们人生的每一次遇见都犹如初见 哈喽晚上好 欢迎收听读者 我是主播如初 那今天要和你分享来自炎炎的文章 别让朋友圈毁了你的人生 五年前做翻译的时候 我因为经常带客人入住 和酒店的前台熟悉起来 他们几乎都是95后 高中毕业后开始工作 印象最深的是 有两个同是96年的妹妹 性格对比很明显 小英爱聊天 总是笑容满面的 她当时和我很熟 经常和我说不想当接待员 想再去读书 我鼓励她可以趁年纪小 多学点东西 她点点头表示认同 脸子则安静得多 她唯一一次主动和我搭话 是问我关于进修室内设计的事 但我对这方面了解很少 没能帮到她什么 她也是当时唯一一个 要求加我微信的人 后来我工作变动 这几年和他们的联系很少 最近机缘巧合 一个朋友住到这个酒店 我前去拜访 顺道去前台看了看 发现小英居然还在前台 而且还记得我 打过招呼后 她主动加我微信 让我以后找她订房间 比网上便宜 忍不住问她 你怎么没去上学呢 她说 好微想啊 但是没时间读书啊 上班时间太长了 开始的时候我挺奇怪的 因为他们前台的工作 是实行三班倒制度 每天工作八小时 按理来说 业余时间并不少 后来看了她的朋友圈 我有点明白了 小英哪是没时间呀 她是浪费了太多时间 小英的朋友圈里 每天除了游戏 就是晒和朋友 到处吃喝玩乐 偶尔插播一两条酒店广告 反观联子 几年前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 报了培训班 看了很多书 后来就辞职去了一家 设计公司实习 现在已经是一名 室内设计师了 她的朋友圈 也一直都是清清爽爽 偶尔发几条 也都和工作相关 昔日境遇 几乎相同的两个人 如今却有了 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真是应验了那句话 你把时间花在哪里 你的价值就在哪里 生活中有一种社交 能给你带来一时的愉悦 但是对你的个人提升 毫无意义 也没起到放松的作用 这种通常被称为 无意义的社交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友 但我们应该学会 把他的比重 控制在小范围内 以前我也曾进入社交困境中 记得在刚进大学时 每周都有很多的社团活动 同学聚餐 跨戏联谊等 刚开始有新鲜感 我很热衷参与 到后来 我发现在这些活动里 大家都只是混个脸书而已 聊天也不过是寒暄客套 虽然不想去了 但我却不敢拒绝这些邀约 怕自己显得不合群 那时的我心有上进的愿望 却在那些无意义的社交中 消耗着时间 这样的情况 一直持续到 期末的考试成绩出来 每颗低分 挑过的成绩 狠狠给了我一记重击 第二学期开始 我开始尝试拒绝一些社团聚会 刚开始 害怕会影响他人 但结果证明 所有的聚会 照常举行 没有人因为我的缺席而难过 当我真正硬下心肠 剔除掉 无意义的社交后 生活才算有了秩序 我不必脑袋里想着背单词 却陪人去玩游戏 我不必 推了好朋友的邀约 去参加千篇一律的饭局 我不必再讨好 也不必再纠结 省下来的时间 足够我投入到 真正有意义的社交中 等到毕业时 我拿下了本专业的 两本最高等级证书 交到了知心朋友 也当过学生会干部 越长大越明白 很多时候的纠结 都是源于 我们把自己 看得太重要 觉得非我不可 却不知 在大部分人那里 你其实可有可无 他们随时可以找到 很多替代你的人 所以 何必为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人 浪费自己的 大好时光呢 时间 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停留 过了四年 还会接着下一个四年 至于 他是否在被消磨 没人在意 如鲁迅所说 浪费自己的时间 等于慢性自杀 人生有多少春秋 可供你浪费 如今这个时代 你可以在微信上 有上千个好友 也可以在微博上 有几百个粉丝 你甚至可以在抖音上 收获上万个赞 于是 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 沉浸在朋友圈里 无意义的社交 占满了闲暇时间 更无奈的是 很多人 一边抱怨着自己 不喜欢现在的生活 一边下了班 又去逛吃逛吃 每天见着相同的人 玩着重复无聊的游戏 说着鸡毛散皮的八卦 第二天又继续抱怨 无休止地循环下去 我知道这其中 很大一部分人 是害怕寂寞 害怕自己被贴上 不合琴的标签 但实际上 我们真正要害怕的 不该是寂寞 而应该是 怕那些寂寞的时光 被浪费 像作家李尚龙所说 你以为你在合群 其实你是在浪费青春 梵高终身未娶 在孤独中给世界美术时 添上了一生灰的一笔 梭罗之身一人 走进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 隐居两年之久 写出了瓦尔登湖 齐白石用十年时间 关门谢客 潜心研究 摸索出自己的艺术之路 真正厉害的人 都把寂寞当成自己 最好的增值期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加了很多 新媒体大号原创作者的微信 然后发现 所有大牛 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都很珍惜时间 会利用寂寞的时光 给自己升值 而不是 常日疯狂地发朋友圈 点赞 聚会 当我们羡慕那些活出了自我 人生就像开挂式的人时 不妨先看看自己 是否有所欠缺 是否浪费了太多时间 在朋友圈中 因为过多无意义的社交 真的会毁了你的生活 乃至你的人生 从现在开始 试着为自己 算一笔社交账吧 问问自己 你每周 每月 每年 用来社交的时间有多少 其中 无意义的社交 占的比重 又是多少 时间有限 与其耗费在 无意义的社交中 不如 把时间留给 真正重要的人 留给自己 每个人都该学会 在寂寞中 抚养自己 别让朋友圈 毁了你的人生 希望 你与我 都能跳出闲人坑 耐得住寂寞 用好增值期 成为 更好的自己 与今共勉 好了 那今天晚上的文章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 欢迎您的 点赞分享 这里是读者 我是如初 我们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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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世事浮誇 时常无悔吧 镜中你的完美无暇 我是动我堆积的雪花 安静等待 清晨阳光将我 流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时浮誇 时常无悔吧 镜中你的完美无暇 我是动我堆积的雪花 安静等待 清晨阳光将我们 融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